嘿 我是鸭 去年咱们吃的199的 丈夫牛排烤肉自助 不是翻车了吗 那今年咱们就辞旧迎新 这就带你们去吃 绝对不翻车的 上海烤肉自助天花板 咱们吃的天花板 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但是这家店真的很划算 人均100多就能实现烤肉自由 不仅有整块牛排 还有40多种烤肉随便吃 啤酒饮料全部充饮 我知道你们最喜欢吃肉了 乖 咱点好了吗 点好了咱们就出发 好了 我们就到店了 这次我给你们安排了 这家店最贵的 188豪华套餐 新的牛排 安克斯菲利牛排 雪花牛肉 还有我最爱的恒河馍 这些都是其他套餐里面是没有的 年后开工第一餐 我肯定给你们安排最好吃的啦 点的肉全部上齐了 我们先冲这个新的牛排开始吃 它是里面最贵的 而且是限量的 这块新的牛排是两个人只能点一块 如果你是一个人过来吃的话 那就是原价了要298 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苛刻 我不是很理解 我烤的牛排第一口喂你们吃 哇 好香啊 不算是我烤的好还是这个肉好 我咬上去是一口爆肉汁的 我们之前吃的还车的完全不一样 整个肉是比较紧实的嘛 一咬下去的话咀嚼感是很强的 嗯 真的好好吃啊 我们接下来吃一些贵的肉 这些都是可以唱点的 横格膜 牛肋条 雪花牛肉 安格斯菲利牛排 酸菜拌肥牛 我们先吃这个安格斯菲利牛排 虽然这块没有吸的那么大 但它的厚度我觉得还是很OK的 这个是把黄油放到牛排上面去融化掉的 这肉好嫩啊 看得真不错啊 嗯 安格斯菲利牛排烤好了 它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夯实很厚 但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干吧 所有的油脂感觉都是从刚刚融化的黄油上面提供的 肉质的本身是没有太多的油脂的 没有刚刚的细了好吃 进了太惊艳了 对 太惊艳了 菲利吃过的真的好容易啊 喝个可乐 其实我觉得你跟可乐也很像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一见到你最开心的猫婆婆呀 再来吃这一盘雪花牛肉 够糊润了 领了 来来来 你们平时吃烤肉最终情的一块肉肉啊 雪花肯定是我的最爱之一 那应该有很多人回来吃了 毕竟雪花它油脂有丰富嘛 蘸个酱 哇 这雪花吃进去油脂那个香气好重好重啊 越加越香 越加越有那种汁水感 这我觉得是不差的 真的好吃 嗯 好吃 这就是我的最爱 恒格膜 有没有爱吃恒格膜的 这种恒格膜看着有点贵 为什么 有点干吧呢 嗯 这还有两块鸡羞肉 来尝尝一下我最喜欢的恒格膜 这个笑容直接消失 它跟我印象中那种爆肉汁 越嚼越香的恒格膜完全不一样 但嚼到之后根本就没有汁水感了 整个肉质的话会比较的贵 会有一种牛腥味 真的不行 不好吃 快点我们来点酸菜来轻轻烤 我烤个酸菜拌牛肉给你吗 我发现在外面的烤肉店 现在都会有加酸菜这个选项 大家发现了美味秘诀 嗯 哇 真的是包的酸菜好好吃 它的肥牛肉有点油 而且酸菜正好 综合了它那种油润感 很好吃 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点一半 都给我吃光了是吗 哇 这个好吃 最后来尝尝这个牛肋条 它尝尝牛肋条还蛮好吃的 炒上去很嫩 烤焦的边位的地方还有点脆脆的 特别的香 我包个蔬菜 好 再来个蒜 我还喜欢放点泡菜 哎 嗯 太嫩了 这个吃起来咱们的体重又要创新高了 嘘 别让你的肥肉听见 你先说说你又长了多少 长了一吨 今晚我这就运动了 那我现在教你个办法 马上就能消耗热量 你只需要用手点一个赞 你下次就会说的 那我点一斤酸雷 真不得把我受死了 很合理吧 呃 是是 第二锅我给你们点了一个部队火锅 还有一个酸奶炸鸡 先吃一块大炸鸡 哇 它这个鸡皮好脆哦 它整个酱汁我觉得挺惊艳的 奶油加了一点点橙汁的味道 是完全不腻的那种 我是比较爱吃酱汁的 然后他们家这个酱汁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哇 来 口不得不够 嗯 哇 这个酱汁好浓口啊 白血味很重 吃这个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 冬天吃这个真的很酥 嗯 好烫 好了 我们已经吃饱吃来了 今天这顿羊毛我觉得应该是耗到了 毕竟我们点的这些肉菜单价的话 应该都很贵的 就是这个稀冷牛排 如果能一人一块的话那就更好了 总的来说这顿自助烤肉 我们俩吃的还是很满意的 他们家的肉品品质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个恒泽膜 我建议大家不要点 所以我吃得太好吃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关注我 我是戴尼浩羊毛 一起往前全上海便宜又好吃 小多多样 下次想什么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